进屋边外面待不了 乌奥的 俩孩子乌奥就算了 大乘子也跟着乌奥的 玩游戏玩哄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 还记不记得半年前 我有一条视频 我给你们翻出来看看啊 这个视频内容是啥呢 谁管你借一万块钱 我以前的同事好长时间不联系了 他当时给我借一万块钱 后来通过聊天 我发现他好像是被网络诈骗了 因为之前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 最后他还是没听劝 在别人手借了这个钱 结果被骗了 之后他发现了 然后跟我说 我让他赶紧去报警 他去报警了 结果今天他突然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警察刚才转账回来了 这两天我就经常刷到视频啊 有一个阿姨 他被骗了十万块钱 警察在场那么制止都没制止住 其实现在到年根了好 缺钱的人很多 当然了网络诈骗也越来越多了 咱们一定不要相信天上有点橡皮 这样的事 提高警惕 我前两天也是看了一个视频 可能大家都能刷他 就是 他媳妇被骗了 而且是在警察局 他老公气得都打他 那都制止不住 警察都告诉你是骗子 为什么你还执迷不误呢 骗子的手段也是真高明啊 你就像我说的 我这位朋友啊 当时我跟他说了 确实是这么个事 我告诉他了 这个事我当时还挺开心 我制止了一场诈骗啊 结果没成想呢 他还是执迷不误 然后把这个钱赚回去了 过后发现不对了 他又跟我说了 其实说实话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也经历过这样的事 大小数额都都有 但是报警了之后 他最后有些也没追回来 那今天突然追回来 我觉得他真开心 这不是到年底了吗 咱不说这个钱啊 你就当借出去了 突然被还回来 这不挺开心吗 最后他可兴奋的跟我说了一句 感谢人民警察 其实我也有个疑问啊 就我脑花子笨吧哈 我就寻思 你看一般有这种网络上诈骗的 他们这手法特别的高明 而且就是骗的那个数额比较大 骗的人也比较多 那你说你要是把这个脑花用在正道上 是不是也干老大事业了 说不定公司都上市了 为啥非得走上这个犯罪道路呢 我特别不明白 你要明白他吗 可能你也犯罪了 也对啊 关键是白瞎的脑子 那是研究那研究咋 正事多好 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以前的骗子吧 都骗老年人 现在不得了 不分年龄段了 老少都骗 是不是啊 关键就是有些人他真的是执迷不悟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说我要是被骗了的话 我也会像他们那样吗 在警察面前 警察都那么含 那么激动的含 还要坚持给别人汇钱 到底是对方有多大的这个吸引力呢 以前我们两个和我老家坐大客车 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拆钱 不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咱们都放到手机里边 然后我还在车上亲眼目睹了一个人在那掏钱包 那时候也小 还怕不敢置身 他手里面拿着刀 现在网络科技发达了 咱们都不带钱包了 是不是 在路上你很少能捡到钱了 也很少有那个路上掏钱包的那种了 现在就开始玩脑子了 网络上卡卡整的那个数据 或者是整什么大片电话可厉害了 我这手机一整就能接到大片电话 打电话说我羊了 再不说我出国了入境了又怎么的 这玩谁能信呢 咱们就永远记住这句话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时候 还有就是快过年了 骗子也缺钱 咱手里也缺钱 咱手里有点钱够花就行了 咱也觉得能挣快钱 就跟他沟通 到时候给你套进去啊 一定要注意啊 我感觉你这话说自己行 别人都比你有心眼 视频前的朋友跟你说 肯定比咱们聪明 对啊 我没那个意思 我不是说大家笨的意思 就是看好家里的老人 有的老人确实是 老人也比你聪明 总之今天这件事就是大快人心呢 坏人终于被砸到了 那呗 好的